甜美笑容加上利落盘法 穿上红白相间的套装 国庆礼宾亮相 美丽又大方 男同学则是穿着笔挺西装 搭上金色领带 很帅气 已经连续第六年 中国医药大学25名学生 获邀担任国庆典礼上的礼宾金差金帅 各个十八班武艺 多声道是基本功 日语 马来西亚语 还是西班牙语 通通没问题 因为服务一级正 区域就在中央主席台 服务总统和各国贵宾 马来西亚的早安是 然后印尼的也是 而泰语的是 其实我们从八月中就开始练习 已经我们的训练时间 已经有120小时了 我们是医疗大学 所以我们也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像是我们在自主训练当中 以及政客都会佩戴口罩 并且确实的 量测每位团员的体温 确保团员的健康 身为所有入选大学中 唯一有医学背景的金差金帅 25个人也都有基本救命述证照 他们本来就有医疗相关的背景 他们本身对于事件的沉着 以及就是冷静的应对 我们在服务航空业的一个专业的 危机处理的训练 外形亮眼兼具专业技能 男帅女美要在国庆大典上 代表台湾做好一场亮眼的国民外交 怀宇新闻洪世成黄培函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